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中秋廉价过后 疫情确实有稍稍比较严重一些 今天本土新增的病例来到 49000多例确诊 快要逼近5万大关了 真的要提醒大家 这个Omicron的变异株BA5 传染力真的很强 提醒大家如果在外面的时候 真的还是要特别注意 戴口罩跟勤洗手这个部分 继续来关心到 选战倒数73天 现在我们要来请教 屏东的嘉宾委员 委员你看台北市 有没有熟 刚才大家这样子广告时间在闲聊 大家信手拈来就可以讲出 华山文创啦 或是刚才盛文讲的这个猫空 或是阳明山 或是到龙山寺 拜拜走走 抽抽牵师 也都不错 为什么蒋万安的这个 讲出来答案这么乏味啊 对 我跟主持人有预告过咯 如果你问我这一题 我会说 国际有人来台湾 台北怎么好玩的 根本没好玩 直接来屏东玩 直接往南拿到肯定去了 至于我右边的嘉宾委员 说桃园 我说桃园啊 飞机降落的时候就看完了啦 对不对 这个怎么好玩的 嘉宾不玩就对了 不过我很压抑 蒋万安他们有说台北最好玩的地方 他们有说原山动物园 因为我小时候最好玩的地方就到台北原山动物园 但是以他的年纪应该可能是木榨动物园 我是说如果可能以他的生命体验来说 那些地方真的就是他有限对台北体验过的地方 那如果你真的要展现一下 你是对台北很熟 比如说我来装熟一下好不好 你要讲故宫这种景点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很多观光客来故宫 你好歹说一个比较像巷子内的 你说什么 我去看故宫旁边的张大千纪念馆 摩爷金色 如果你能讲说摩爷金色这四个字 我就啊你这个老台北 这来行的 那可见他的确可能自己没准备 还是幕僚没有用心 像这么容易得分的题目呢 你至少要让人家觉得不一样 你要说看老街看商圈 你要是讲永康街清田街 那都是有国际观光客固定的团客点 那如果你说到什么 你说到大稻埕 那些很多新开的那些文创店 人家说那你是懂得都市夜生活的人 不管你的国际友人他是来玩的 来吃吃喝玩乐 还是来开国际会议的 你能够让他觉得你是老台北 那所以我觉得这两题 感觉上刚刚议员有提到说 他是中规中矩 我也相信 因为我在立法院跟他同事 他的确是一板一眼的 很谨慎 那可是感觉上 很怕是2018的青年丁守中 他这样的悬难打下去 可能就是青年丁守中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白开水路线 对 那其实呢 他其实刚刚倒是 我是觉得如果从市长候选人 来谈事件建设 我看听到他说他去看青年丁的时候 我差点眼泪掉下来 的确如果一个真的是 体贴部署的长官 不要像现在的市长动不动就骂人 我要是真的第一线的基层人员 我会调研 哎呀真的 市长就任第一次 就是什么可能早上四点就来看我们 因为我们可能出请前四点要准备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展现出你是一个企图心的 有魄力的市长 你可能说我要去哪个国家哪个国际组织 争取怎么样的一个国际的大展 来我们台北市 因为毕竟台北市坦白说 台北市不要老是要跟台湾的其他城市比 不要来跟桃园市比 不要来跟高雄市比 你台北市 台湾的所有的精华资源之类的地方 你应该是跟纽约比 跟巴黎比 跟东京比 那这些成熟的一线国际大图是 你至少不要老是像现在 只跟上海在双城论坛 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台北的能见度更抗拦 因为这两三年来 全世界都在看台湾 这是台湾的很大的好机会 那台湾如果台北市做一个这么大重要的国际城市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国际组织的重要会展 你可以争取来台北 让国际对台湾除了防疫之外 也刮目相看 你们的智慧城市重要 老实说我觉得它的智慧电感 我也觉得是不错 但是看你怎么提 因为智慧电感这东西 你不要让人家想到说是里长的政见 因为智慧电感这个牵涉到就是一个智慧城市当中的一个感测器 你想想看全个台北市有上万根电感 每一个电感都是智慧感测器 你可以协助刚刚议员所说的 就是一个市政的一个智慧交通管理 我觉得很好 这很可惜呢 他讲完了三个之后呢 就六四五分就拿到了 我们还在想说那是不是什么时候在补考 就停下来了 这蛮可惜的 所以我是觉得就一个要说做好准备的 要去接掌市政 而且呢 让这么多将近三百多万台北市民有所期待的一个首长 你应该要不就拿出高度出来 要不你也会拿出一个贴地器的一个慈悲心 因为过去大家对台北市政的批评 绝对不是说他资源不够多 而是什么 领导者呢 不够体贴 不够清明 不够善待部署 那如果说说完了这些好处 我可能想一想 那有这些优点的应该是陈时中 也不是蒋旺安 所以他也没这样讲 所以我想一想 讲一讲呢 六十五分就好了 可能这样去呢 好不好还扣分 搞不好还送其他对手分数 因此呢 蒋委员 蒋旺安市长候选人这样讲 我就觉得也充分的反映出 还是我们刚刚这个江议员说的 我给他一个就是青年盯手中 这个这样子的加分题 怎么蒋旺安打得都这样子里里落落 难怪他的对手黄珊珊 昨天这样亏他 说王伟中这是一个轻松的节目 不用这么紧张 又不是在立法院 咨询苏贞昌 我也请教一下家良议员 看完那一段专访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是该说幕僚 没有帮他认真准备 这个回答的访纲之类的 还是该说他的临场反应 真的不够好 就是你可以看到蒋旺安 从他当时提出那个 公车预约政策 到现在 然后遇到突发状况 不是愣住 不然就是刚刚讲的呆住 其实那个四秒钟 重点不在那四秒钟 而是在那个四秒钟停顿的时候 你的表情是让人家觉得 你是不知所措的 那不是四秒钟 三秒钟 两秒钟的问题 而是当下 为什么这样的问题 你会不知所措 为什么看到一个老太太 倒在地上 你会不知所措 不知道当下要干嘛 就是他的生活尝试 基本上是非常的缺乏 难怪就会被连同党议员都觉得 他适合喝咖啡 不适合吃小吃 他就是个公子 他就是天龙国的王子 为什么留下这种印象 竟然像这样的题目 讲真的 与其带着这个几个年轻人去登记参选 台北市市长 你当下回答这个台北市 你觉得哪里最好理由 你的选区中山北松山 中山区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 南西临森北路那一带的商圈 尤其南西商圈 除了百货公司以外 旁边的小巷子里面 好多日式的小吃店 日式的杂货店 那个都是很多年轻人 最爱逛的地方 那么想要贴近年轻人 你却不懂得年轻人 在你的选区里都去哪里玩 你不是这个中山北松山的立委吗 就算你爱就算是工作 这个了解自己的选区 不也就是你的工作吗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彻底感受到是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蒋万安越选越没气 因为感受到是 第一你不了解的业务 你长期在未还社福委员会 你对于中央的长照政策 竟然不了解 竟然随随便便就要把这个 这个平常治疗疾病用的病床 随便拨出去就要当长照 这个连尝试都没有 第二个 你连自己的选区都不了解 哪里好吃 哪里好玩 哪里是年轻人爱去的 哪里是长辈爱去的 有什么公园 有什么商圈 哪边商圈有什么问题 讲难听点 平常你又没有在会看 你又没有在选区服务 你去会看去选区服务 你又走过什么赤峰街 林森北路 南西商圈 你就会知道 哇 原来这边这么多年轻人 那就知道一讲的嘛 是啊 拜托我一个同学的议员 连我都知道 你的选区里面 有哪一个商圈 是年轻人爱去的 你自己在那个选区当立委 你竟然都还打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当然王伟中先生 那个节目 是一个轻松聊天的节目 那你当然 我觉得可能他的幕僚 也高估了他们的候选人 觉得这轻松聊天的节目 不用准备太多啊 哪知道 随便一个问题 他就愣住了 对不对 国父纪念馆 这个中正纪念堂 你要不要外加一个 你曾祖父的行程 来欢迎到桃园 后池湖林森来 对不对 那也是你曾祖父 你认为的曾祖父的 昌眠之处啊 那我们那边游客也很多啊 而且你知道 这个套状行程 是什么样的行程吗 就陆客行程啊 国父纪念馆嘛 看完中正纪念堂嘛 接下来到桃园后池湖嘛 以前我们团后池湖 那个陆客人来的时候 那个团都预约很满耶 都是陆客来观光 我们也其实也都欢迎啦 但是当你提出这样的答案的时候 你就会让人家感受到 你真的对于市政不了解 业务不了解 你的选区不了解 那你到底了解什么 难怪会被陈时中酸 或被黄珊珊酸嘛 所以我认为到 蒋万安选到现在这个样子 接下来不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的招数 如果真的没有其他的招数 我是真的很同意 刚刚嘉宾文讲的 他真的是青年丁手中 越选就越没气了啦 所以孙子到现在 蒋万安的各种表现 或是提出的政策 想会让人家觉得 感觉离人民越来越远 所以难怪人家说 他是天龙国的王子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 台北市撒卡都 今天这三组人马 不约而同 早上的行程 大家都是在市场扫街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 哪一组的人气最旺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